比較安心,因為都會去做檢測 然後呢,我買市場的時候 我都會買回來,先做這樣的處理 我一定會買菠菜 因為菠菜最近也是季節,也沒有很貴 大蒜先煮個兩分鐘到十分鐘之後 等到放涼了之後 我才丟冷凍庫 我的豆包皮啊 那個我會豆干 豆干我不會丟冷凍庫 因為可能丟冷凍庫之後再炒了就不好吃 一樣,豆干,豆腐,豆皮,豆包 你們怕有過氧化氫的話 可以做這樣子的處理 之後等到,應該確定放冷喔 放涼了之後,我才可以放冰箱 會丟冷凍庫,不然它會酸掉 對不對齁,所以這樣就可以去除你們 針對它,它有一些不好的物質在裡面 我就吃進來了,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 而且還蠻簡單的,方法還蠻簡單的 然後我比較會買市場 買超級市場的 那個豆腐啦 我比較不會買唇口市場的豆腐 然後人家都很喜歡吃肉 就是滷肉 那個滷蛋滷肉 肉乾一起流肚 所以會應該說 所以意思是說齁老人家的慢性情境 就比較多啊 所以我們就要多 多跟大家鼓勵說齁 我們只有吃肉 不行啊,要是要吃肉 所以我們應該多種食物的食材 去做交替會比較健康 還吃肉吧,對不對 然后第四个呢,我还要特别说到哦,要多吃青菜,然后青菜种类要多教育,那青菜有什么好处? 因为青菜一定要讲,因为老人家有酸食营养调查,发现有叶酸啦,还有些肺都缺乏吗? 那青菜有什么好处?因为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细胞,如果越老了,应该说如果好,我抵抗力差,如果容易感冒生病,像我一样容易感冒生病的时候呢 我一直说,我的细胞当中,我的体面呢,就缺了一个电子,这是细胞,它不是成双成对的电子,它可能有缺了一个电子 然后缺了这个电子,它会去抓不好的物质,就会让我抵抗力变差 应该是说,我人体的里面有好多的这样子的细胞,可是细胞呢,它一定有一个正对一个负,一个正对一个负,一个正对一个负 我人体呢,就抵抗力很好,也不会有慢性疾病,可是呢,如果呢,我有一个缺了,没有办法成对的 没有一个正对一个负的话,我就很容易很多的疾病都跟着来 结定,结定 来,请进,怎么样让这个成对的电子,变得比较稳定 好,就是说吃蔬菜,还有水果,所以这种好蔬菜,水果呢,还有维生素1 还有那些维生素1,还有吸呢,可以帮助这个电子呢,稳定下来,就会变成成双成对 就不会有一些慢性疾病了 可以好,所以这是有健康的好处,你可以避免我们的血管便利 好,所以要多吃蔬菜种类,就交替喔 可是我碰过,好,所以要跟大家讲,你们觉得齁 你们平常都吃什么青菜,你加多啊? 青菜喔,菠菜啦,还有高栗菜 对啊,高栗菜最近好便宜,一克二十还有三十 白菜,大不美 好,你看喔,大家都吃这几个颜色,绿色的 还有一个白白,白色的 那还有什么黄色的? 红萝卜啊,那还有呢? 还有这个,青菜 黑菜,对,还有青菜花 你看,你看也都是绿色的 马铃菇,白菜 马铃菇,跟吃饭一样的 长的白菜啊,好,长的白菜都是白色的 那你们有没有吃,有没有吃黑木,橘色的 香菇,有没有? 所以我意思是说,原来都是光是绿色的啦 要不同种类的颜色也是不交替喔 它有它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它有它的营养素成分在里面 可以预防,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 变得比较健全 我刚才有说,细胞有一个缺口的时候 就现在表示说,我的人体会变得比较不健康 可是如果细胞是圆滚滚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健康 那怎么样让细胞变得圆滚滚 就是青菜的种类要多 可以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菇境内啊,羊肚炒,菇香菇,黑白木 都可以拿来菇菜 我炒绿色青菜的时候,我可以切红萝卜丝嘛 对不对?我也可以加一点你的金针菇下去炒 你可以加一点香菇草 像青菜的种类是不是就会变得很多 对不对?可是猴很胖,有一些老人家压制不好 所以他都是只吃什么?固定的青菜 只吃大白菜,只吃丝瓜,只吃菇啊 可是在这边好像都觉得大家应该 牙齿饺的功能都还好 对不对?那如果老人家 牙齿饺的功能不好的话呢 我们都会建议他青菜啊 青菜怎么样? 青菜,多细一点 可是有点麻烦欸 有点麻烦对不对? 因为要煮两盘青菜 一个是年轻人吃的要比较清,比较脆一点 一个是老人家吃的要煮的比较乱 比较乱一点点 比较乱一点点 对不对?所以我都会拿剪刀 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嘛 鸭子里面像我中年人鸭子那么好 我都会拿剪刀 把那个一样煮的青菜的 刚刚好适中就好了 我拿剪刀,直接把青菜剪碎小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我直接现场直接剪,剪青菜 这样老人家是不是也可以吃 也不用说每一道青菜都煮的什么 软软烂烂在锅里 所以它的摄取量就会什么? 去做增加 所以供给老人家的食物的形态 要正确的话 其实它的净食量是可以去做增加的 那如果推荐困难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再另当别人 就是用我自己打成名状物再勾个抱歉 然后能够很顺利就吞下去 这是另外一种 那第五项 我们说要吃比较健康的食材的话 就是多选择一些坚果种结类 坚果类 因为它的油脂结构 饱和脂肪酸 容易塞血管的饱和脂肪酸 比例比较低 它也富含了我们都区乏的维生处医 可以 然后摄取到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还有比较好的蛋白质 叫阿菌金安酸 好还有摄取到我们人比较 应该我们刚刚有做过 老人调查发现呢 那个铁还有铁都比较缺乏 对不对 还有钙也比较缺乏 所以吃坚果类 它可以摄取到很多种类的营养素 然后呢有很多的研究指出 我就会把它拉出来 吃坚果类的话呢 可以降低冠状动脉心脏病 预防心血管疾病 可以帮助消化预防一些便秘 还有预防一些中风的危险 这个好像不是卖狗皮包的膠药 这个是有研究的指出 只是我把它拉在后面给你们看 所以我可以跳下一张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有研究的指出 好多年 应该是很多的研究都指出啦 不光是只有这一篇文件 它是说 每个礼拜都吃坚果类的话 它有好处 可是吃坚果类不怕它的油脂多 因为吃坚果类有18%到20%的油脂 不会被我敞到消化心中 那是白瓜子吗 应该是说 南瓜子、棉花子 然后 你所想到的坚果类也好 杏仁洞啦 开心果啦 都算是坚果类 是有花生过 没关系 打碎 好 我意思说坚果类的话 每一个礼拜你要吃的话 可以吃 这边的研究指出 每一个研究指出不一样 有人说是要吃两次 有些人是说要吃五次 所以我们都会说 一个礼拜吃三到五次 然后吃自助餐的塑胶汤匙 一汤匙的坚果类 你捣碎成颗粒状也可以 一汤匙的坚果类 两到五次 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可以预防一些很多的慢性疾病 之外 它可以摄取到比较多的营养素 那牙齿不好的人 我比较不会把它变成是坚果粉 比较不会 因为这些坚果类 它是富含维生畜一的 脂溶片的营养素 维生畜一 它放久了 它会有多好味 它跟氧空气接触的话 它容易裂变 变得不好 所以呢我都会买颗粒状 烤干风干的颗粒状 然后呢 直接很简单的 倒在塑胶袋里面 用那个汤匙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什么 炒菜的那个菜饼啊 这样稍微敲一敲 我有时候 我会撒在青菜 烫青菜上面 或者是我直接撒在饭上面 然后拌着饭 给小朋友一起吃 因为小朋友牙齿也养不好啊 对不对 这种东西 不是用 让你们拿一颗一颗来吃的 好 谢谢